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连锁的关东分店 点了卤肉饭和一碗干联汤 但她喝到一半却发现干联只有精熟 中间的肉却是呈现透红 立刻和店家反应 美小女店员却回复 不可能没熟 这样红红是正常的 实际重回小吃店 点了一碗干联汤 肉质是正常颜色 员工私下透露 每天猪肉都是新鲜直送 还会煮上一个小时 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但这家连锁小吃店 在新竹小有名气 这家在关东分店 却是富贫不断 甚至还有人抱怨 吃到铁刷 就担心说没有煮熟的话 就担心容易会有卫生物 就说那如果说 那个有卫生污染的话 就担心如果不小心误食 就可能会造成脾性肠胃炎 医师强调 烹煮食材过程中 高温一定要大于70度 才能把细菌给杀死 民众在享用前 还是得先注意有没有熟 以免务食吃下肚 造成腹泻疼痛难耐 三一顺张昊一张 起于新竹采访报道